所以他幹嘛要做這件事情 沒有道理 只有一個 他要鋪另外一條不同的路 也就是說 他如果走正規的連任 然後再去再去選總統 他會有沒有沒辦法參加初選的問題 會失去了那個正當性 那個正當性還是回到那一件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剛剛連任三個月以後你就要投入了 一個是你的人力物力是一個負擔 第二個是你在國民黨的正當性裡面會出問題 因為畢竟你是剛連任 他跟韓國瑜當然不一樣 輕重不一樣 所以立好路會被封死 所有想要2024的人都會聯合起來封殺這條路 那他實在討論就是這個 所以回過來就要看 我想再說 你現在退出了 有什麼時候 你明講說 你一定會被疑 我認為你不在來 你說 ce要是一些事 就找到 你那邊 想知道 說你可事 不可以 你然後